也开始有所畏惧了 张磊呢在第二回合一开始 在猛攻当中也是消耗了自己不少的体能 因此呢这段时间也是让结构放缓下来 给自己一个调整的时间 这种拳和腿之间的配合做得非常好 拳腿组合进攻 拼得比较猛 险些倒地 尤其是张磊的拳法攻击 这回合优势非常明显 明显的优于队少了 是否能够紧 entrepreneurs 居然的硬术 let that terminology 夏威尔 您看 SP 厂来 一下 我拍摄 我来看看 夏威尔 就是张磊在进攻当中的一次输入 黑方倒地 刚才黑方一连手支撑了台面 现在看到张磊在打发上也是显得比较谨慎 不敢贸然地进攻 张磊这段时间都没有动作 张磊这段时间逐渐顶住了对方的攻势 可以说在比赛当中打得非常的生命 对方的这种猛攻猛打顶住了 并且呢还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刺激的发起反击 好的 看来这一次交锋还是不错的 没被对方的攻势打乱 那么随着体力的下降 那么运动员的攻势也会慢慢地减弱 上面一个勾踢将对方踢倒 那么三打是一个多点进攻的项目 要求你上阶下三盘都要视线分散地注意到 当你去攻击对方上面的时候往往下面是空的 刚才张磊抓了很好的一个机会 下来在比赛当中啊 是腿部的力量出现问题了 我看在双方对抗的力量的对比 经过了第三回合张磊呢 应该说也是将自己的体能啊做了一些调整 在第四回合他应该积累了一些体能 要再次地采取这种主动的进攻 张磊的这种力量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跟对方对抗的是明显的力量强于对方 本来是摔对方一个好机会 没想到被对方反倒反摔了 这说明张磊的实力还是优异对方的 对 经验丰富 今天上磊的这种高边腿呢 都没有能够受到太好的效果 这回合的比赛又是进行了一分钟 我们的无数三打超级联赛呢 采取的是每场比赛五回合每回合毛打两分钟 因为局间是休息一分钟 对 目前双方把节奏都放缓了 那么看来张磊是要寻找新的战机 给对方以重创 现在不是很着急 张磊对后边腿对方接腿以后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几次都防住了 张磊呢在这种对方逼近的过程当中 在自己后退当中突然的上升 这种拳法后手拳的攻击做得非常好 几次利用这样的机会击打到对方的头部 赶下这次 这本来是一次摔对方的非常好的机会 这被对手摔到第一下 和这种高水平队队员交手 往往呢丢分就在伊哈纳 这场比赛呢对于夏蕾来说 他的发挥已经是足够出色了 双压的也能顶住对方的进攻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张磊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 张磊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 看这次摔法漂亮 张磊的体能已经 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风 体能的消耗以及力量的不如对方 往往让对方给对方提供了一些机会 是往往在比赛当中呢 力量上处于下风 就会让自己在体能上出现一个 在对抗当中消耗的更大 张磊现在开始控制节奏了 自己呢在分数上的领先优势 还是相对比较明显 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大蕾呢现在啊已经在比赛当中 自己心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从表情上就能够感觉到 信心没有开场那么足了 但是呢在比赛当中 他并没有过多的主动进攻 并不影响比赛 比赛继续 这样的双方这场自己全部的实力都发挥出来 尤其是在后半阶段已经在明显的控制比赛的节奏 而他的棋子摔法确实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这就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必须要积累的一个经验 对这可能对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一号裁判红方17黑方5 二号裁判红方18黑方7 三号裁判红方17黑方5 比赛结果红方胜 接下来你还会有很多场非常艰苦的挑战还在等待着 你有信心吗 有信 好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小蕾 谢谢你 谢谢 征服巅峰 五龙体